马总统在出访首次记者会上 花了最长时间来回应 举行国事会议的相关问题 一句其实不必开了吧 也预告了国事会议将已破局收场 马总统批评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 呼吁召开国事会议 却反复变卦 要马总统先停建和四表示诚意 这样根本就谈不下去 他虽然从头到尾都主张 任何议题都没有限制 但是马总统认为不应该 要把议题当前提 如果这个例子成立 我们之后每个问题都能这样讲 你都要接受 那才叫做有诚意吗 那么会要怎么开呢